可是我個人就是粉 就比較喜歡安靜的人 喔真的嗎 我喜歡太巧的人 這部分我覺得還蠻擅長的 歡迎來到到Alaris亞歷史的頻道 我們是愛情想婚童 我們頻道會專門分享一些關於愛情 求婚和婚禮的特別企劃 那如果您喜歡這新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分享和開小鈴鐺 這是愛情的人格求婚攻略 上一集我們是討論一型的人格 如果還沒看過的 我們就把我們的連結放在這邊 我們的幕後團隊們 他們有愛情人格 那這次我們要做出我們愛情人格的影片 請問你們有沒有期待 很安靜 謝謝 這就是愛情人格 不用期待他會給你詭異 我老公是愛情人 很難免 那個他一定要有聚會人說 就可能在一個聚會裡面 很多是我們在講話 然後愛就在旁邊 但我個人就是本來就比較喜歡安靜的人 真的嗎 我不喜歡太巧的人 對 因為我很多話想講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跟很多英型人在一起的話 會覺得感覺都沒有辦法講話 到底想要誰說不太啊 還想說不太 你喜歡有一個 就是提你傾訴的對象 對對對 你跟你老公是怎麼相處的 現在其實是愛 因為愛人被帶著走 所以愛人現在也會一直講話 所以我必須熟識的人 所以這個聽起來就是一個 就是 英型的人怎麼是 不講話怎麼認識 然後愛情的人是 不認識怎麼講話 好 第一個呢 我要介紹的是 愛人FJ 我老公就是愛人FJ 好 那這塊來交給你 你講的很有說服力 我覺得這類型的人是 他們通常都會比較 安靜內斂一點 安靜內斂 有 有 有 中查理很十足 很十足 對 所以他知道你喜歡在海邊 見貝殼 然後收到鑽石糖果 直接這樣子 有可能 然後通常這類型的人的話 我覺得是他們比較 善於蜻蜻蜓 那可以問一下就是 你是他 第幾任嗎 不是他第二任我朋友 那不錯 他確實是升級派人 可能在第一任第二任 就已經走到結婚這樣子 這樣就升級派人 代表人物除了你老公之外 那還有一些像是 就是那個車營優 是不是蠻帥的 像是派人 就是他是跳舞的時候很害羞啊 能是嗎 他們就是一些比較細詞細膩啊 在 行感上面的 專情度是也非常非常高的 這類型的人格的話 他我們會比較推薦 美術館的婚 美術館也比較浪漫 還有文藝氣息 文藝氣息 就像可能在一個畫廊裡面 然後你包下那個美術館 那他上面的那個講話 都被換下來了 換成是你們兩個過往的 對 那些點點滴滴的照片 這樣一路走來 從認識走走走走 到交往的後面 然後最後在那個 掛一個大牌物 這個是接下來要由你 共補醫生的 哦 這蠻浪漫的吧 我被自己說麻煩 IFB這個人格呢 他們本身呢 是一個 而外人內熱的人 可是他們其實只是 他人非常非常好 你會覺得說 跟這個人相似在一起 其實不會有這種壓力感 這些人呢 他們會比較有那種 動力心 動感能力會比較高一些 他們會有一種 愛充滿 不見客人的感覺 另外一腦 對對對 強力帶補 強力帶補 我其實有身follow的都知道說 終究是發生什麼事情 對那 也可以看得出 強跟帶補 因為他是個另外一腦 所以才不想去承受 那些drama 帶補哥啦 真的可以不讚 他們比較適合的求婚的地點 會使用一些私人化的地方 像 我就有聽過我朋友 在花蓮的那種室 他那個地方很厲害 就是 他就是幫你安排 可以直接走到 沙灘的那種 對 就像那種VILA那種感覺 他旁邊是不會有其他人的 對 就算是他們兩個 這個集合很漂亮 他就覺得這個是他 夢想中的那種 被求婚的 要有的畫面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介紹的話是 INTJ 那這題的人格的話 他們是屬於建築師 代表人物是 GD 全赤的嗎 他們是比較屬於 完美族藝者 所以相關於說 他們會與他的另外一半 或是他的朋友 錢 然後一樣也是要求很高 會有要求 他們確實 都是比較需要 長遠的規劃 其實夢想中 比較想要被求婚的方式的話 通常會寫 要在高檔餐廳 那種精緻 搭配的夕陽啊 高樓 窗間的那種 圈圈很多 對對對 那種花 要紅酒 要冷一下 然後 這是你希望的 沒有 不是這類型的 這類型的人 他想要的是 當下的這個畫面感 那種性感 要呈現出一個完美的感覺 對 邏輯學家的一個特點 要屬於跟 邏輯 然後跟一些 智力挑戰啦 還有一些 衝力等等 是有關聯的 理性的思考這部分 我覺得 還蠻擅長的 我覺得講一個代表性人物 這個音樂一出來 大家馬上就可以 可以到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江戶橋柯南 總完完全全是符合這個人的相稱 那如果說你要對這個人格 去做一個求婚的話呢 在那個 私人影廳 交往過程的這些 影片跟照片 去把它剪成一個大概10分鐘的片長 對 他就跟官方溝通 就是播他那個 他們的影片 那前面的預告片 一樣照常播 那這邊開始播的時候 前面會有一些 紫色的那個影片 所以看起來 前面沒有什麼關係 快到中間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他們的生活電影 被播放出來的 所以已經在裡面完面 就是影片結束 然後 在開的時候 但是你對他前面 大家轉介 他們是物流家 那這型的人格的話呢 他們通常會比較偏 正直 然後務實 忠誠 忠誠 行動派 對 有個蠻實際的意思 挖木蘭 差夾通 然後不然 正直的個性 對 蠻同學 為了保衛國家 他的忠誠度 其實也都很高 他們其實也比較喜歡 尊徐傳統的規矩 因為可以用比較 典型的籌婚方式 大家常見那種籌婚法 應該會很多 那種叫 Merry Me的氣球 對 然後玫瑰滑板 大桌 那這個人的特質 叫做 守護者 會照顧身旁的朋友 善解人意等 有ISFJ這個朋友 他們愛情的 算是愛情人格裡面 最窄的一個了 最喜歡舉甲的 代表人物 ELSA 對 BG 全ELSA 那這個人格特質的話 不如你要像他求婚 其實在你一個日常的平凡當中 就給他那一點小驚喜 其實就足夠了 看Netflix 那在觀看的過程當中呢 男生是都把鑽戒 放在電腦後面的 對 那是等到 G差不多了 結束了之後呢 他把那種籌婚蓋下 發現那鑽戒在後面等著他 還在那邊跟他求婚 是一個很 很自在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求婚方式 平凡 但那種溫馨的求婚 有一種萬必從中壁臉紅的感覺 你穿著身風當中 突然看到了一點點小驚喜 他們是 屬於賤賞家 屬於創的好奇心 然後他可能會希望 用他的雙手 雙腳 跟他的雙眼 去看見這個世界 感覺這類型的人 應該會比較多是工程師 你也不用去面對人 專心的對你無間 發揮他的創造力 或是起碼還會是新的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安排一個 密室逃脫 那個寶箱變成 打開之後是一個鑽戒 那我幫他結不開了怎麼辦 結不開了 完了不能嫁 超麻煩 那我沒辦法嫁給你 我冒陷 他們本身 活在當下其實像這個感覺 像美的事物 美的事物 對 一起加的風格 那比較有名的代表人物 可能像是 美國的粉 或是像Ling Gaga 那他們本身的美感比較強 那如果說是這類型的人格的話 其實會比較建議他們的 作婚方式 會覺得有什麼 但是在一個星空下 就挑出一個 大顆的鑽戒 你星星還可以 你星星還可以 就說我從上面也摘下了一顆給你 幫你們彼此創造一個私人的空間 分心 然後私人 然後有兩人世界 完整地改裝一個政治 真心對他的愛 不過呢 這些參考 都是取決於你們自己 要怎麼去做使用 因為每個人 他畢竟還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還是要去觀察一下 我們的彼此的生活模式 跟他喜歡的是什麼 哈囉 祝大家 求婚成功 對 如果呢 你們還有一些 就是已經被求婚 或是求過婚的朋友 或是你們自己的經驗 也可以在底下 留言給我們 跟我們做分享 那如果喜歡我們 頻道內容的話呢 可以幫我們按讚 訂閱來看更多 對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掰掰 拜拜 拜拜